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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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崔智有的第15集 今集的题目就是 分手快乐 分手快乐 不快乐 在什么情况 今天我们会讨论分手 究竟是快乐 今天我们会讨论分手 究竟是快乐 还是很快乐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很多我们真实的经验 是可以分享一下的 有没有 也有的 我看到你的样子很多 不要紧不紧 现在你看看 他好像很疼 可以浮现他的回忆 我们昨天叫大家预备的时候 有同事都说 不想想了 过去的事情 但我们今天 将我们曾经的伤痕 分手 披露给大家听 哎 打开我们的心 对 好 那先开始 先介绍自己 我们还没介绍到大家 是的 我们出现了很多次 先介绍一下 我是Elly Hello 我是云 云仪 我是Zero 我是Christian 我是阿达 是 好 做什么 有什么帮到你 不是 好 有些人比较 有些幕后来帮忙 很想分享一下 分手 好 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玩个游戏 是 分手有什么原因 原来有很多美的分手 好 谁先玩 谁想先做 他 就你 好 来 来 来 我们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待会儿 云仪就会负责做动作 做动作 然后呢 两位朋友就负责 负责 猜猜是什么原因 有私人在这里 不用怕 高智商 你不行 我不行 你做好一点 这就是其他人的 轮流 你们两个都有机会负责 就是负责做 轮流做 做我们可以让你选择 做动作 还是滑 滑出来 因为这题目都不容易做 你选择做动作 还是滑滑 做动作 做动作 好了 那就要抽一条了 好 请你抽一条 我们也要拿给镜头看看 一会儿 中间 中间 你拿去前面给大家看看 你先看一看 哇 你没有偷看啊 真是不得意 你这里没有偷看啊 不得意 对啊 很难看得翻 是 好 好 好了 你在酝酿情绪 好 好 好 你在想自己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些东西 你做过这些东西 好 我开始猜 都会是 喂 中了 喂 喂 不監控啊 中了 我还没做 你还没做 你还没做 不行 不行 我们要考虚显记 你快点做快 你打算怎么做 你假扮不知道 两个字 好 两个字 那首先 说话 但电视说什么 嗯 静了 借手来可以吗 哇 有两个男朋友没有 那这样 那这样 那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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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 又借手来 这个是 搭几船 这个是搭几船 这个是搭几船 这个是 怎么做啊 那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不行 我相信 你刚才猜了 你刚才猜了就猜了 看我的样子就猜了 哎呦 看他做了这个东西 看他啦 你一知道就 你呀 那猜了 那猜了 不是 你敢想我吗 是 也是这样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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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了 好 不如请Zero 好 你先选择 看 我给你选择 或是做 呃 呃 呃 你来给观众一下 不要努力转面 不要努力转面 可以 要什么做呢 哎 对了 反光啊 看不到这些写什么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现在应该好 可以 是呀 官署一起谷都可以 可以 好 来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两个字 研究 这些还有人猜的 不是 我也是一起的 大 唱 哎 是 然后第二个字是 A B C 有没有可以说话 喂 对吗 不想说话 对 大家全部都犯规 是 对 他们不守批准 我猜到了 说 对 对 对 好 好 你再说什么要长一点 长一点 长一点 多谢你认识到长舍 你认识到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 在大家 在不同的地方 异地暖 全湾和吴张温澳 全湾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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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点远 可能在香港外国的澳门 澳门 台湾 哦 即是在同一个地方 即是不会太走 其他生活 其实可以看到面 那中文是什么 Londi的中文 异地暖 长距离 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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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真的因为Londi 加几条村 哇 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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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过 都是一些Londi 然后就不可以 是开始Londi 还是没开始Londi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太远 有自己的 他又不会回来 你会等 那你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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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否打算去探 太远 没什么钱 什么国家 在美国 哦 那时候是寻信 那时候是寻信 Email Email 我认为ICQ连带你 好壞 你个人暴露 别人年龄出来 你跟ICQ 那时候是ICQ ICQ 好 OK 那听完就到这里了 不如 等你画吧 当然啦 我的画功能这么了解 来来来 那是二键 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 是 是 是第一个 反光 看不到 大家猜猜吧 哈哈 阿澤的画功 是 是 是 这是新手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不如你画完才给大家看 好吗 怎样画 因为阿澤 今中跟我说 画很差 那对 考考 考考大家的想象力 是 这个也挺难的 抽象派 是 它是印象派 这个是印象派 是 是 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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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是 三个字 画得好 你画完之后 我们让镜头看一看 要 畢竟都出街 下落 畢竟都出街 畢竟都出街 你给了五分钟的画 都 坐着飞机 等一会 因为这个原因 是新手 没有 因为画很久 只在问一下 是 是 是 骚扰一下他 真的有这个原因分手 哦 哦 辛苦你了 应该也不容易 你的短情 应该也不容易 是的 谢谢你 真的很感动 很细心地画 这是一个很细心的男生 很期待 因为这个原因而分手 我更加要知道 是的 是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看到了吗 30秒 10秒 有 有 好 我们先给镜头看 不让你猜 三个字 给大家猜 我觉得画得很漂亮 不开心 画得很好 三个字 这两个是重点吗 是他 重点 他头上是什么 头上是什么 头上是什么 王冠 王冠 王冠通常是什么 你不能忍到这么多 嫁了 嫁了王冠之外 有什么人是带王冠的 什么人是带王冠的 很有钱 有钱 古时候那些叫什么 在西方 给你做动作 当然是给你做动作 对 给你做动作 你扮得出来 很难扮 西方国家很流行 带着王冠的人叫什么 贵族 贵族会带 平常那些叫 在皇宫里面有的 有什么人带王冠 对 公主病 哎呀 好厉害啊 Sero 来吧 就是王子病和公主病 公主病的人有分手 因为他是王子病 因为我是王子病 因为我是王子病 你王子病 你王子病 辛苦对方 原来 不是辛苦他 最主要是 这件事坚持到 原来性格会很大的出入 在想象中 会成为一个压力和负担 就是你跟他拍了拖 才发现他性格是这样的 有些东西慢慢缺点 哦 就是越快越多 就是认识多了 相处久了才发现一年 是的 有什么公主病的行为 大家会不会很喜欢的 就是 怎样做事 有些什么公主病 王子病就知道 我会 因为我会 我会 动一点就会拍摄 即是最多 我以为我 我以为我拆动了 在那边 我以为是公主病 就是公主病 就是有点 而且会很无理取纳 哦 无理取纳 王子病 对 王子病是怎样的 这些是大家受不了 就 有人服事他 对吗 对 有人照顾他 好像有妈妈 做个小狗 对 对 很多男人都没有主见 他在那边又说不行 对 他吃什么又说不要 男女也会有 对 什么都要走了 对 很麻烦 很黏 很黏 黄子病 黄子病黏不黏身 公主病和黄子病 会不会黏身 我想黏身 第二件事 其实不是叫对方服侍他 那些就叫公主病 黄子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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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都留在外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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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些就比以前更多 现在也有的人开始移民 开始有很多年轻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卡组里面 就展示了有十大业门的分手原因 大家都留一张在手 大家觉得究竟女人和男人会不会不同 我觉得十大这个真的是一个排行榜 你觉得十大业门的分手原因是哪十个呢 就是排斥罪我意思是 大家都可以排一下大家 在萤幕前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有些细 是的 分别就是有 我和不合适 可能性格人也很适合 看不见张乐家和他 父母母母母反对 所以没有说要分开 然后偷食 刚才阿环 刚才阿环偷食 他要借我的手 刚才 对了 你猜一下现在十大业门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明白吗 现在 现在 或者可能你自己也可以 是的 然后已经不爱你了 就是不喜欢他了 然后就是对方太多缺点了 可能是做一些糊塗的东西 或者是 什么糊塗的东西 姑娘 我们之前就 你被试一汤漆 你被试一汤漆 我听到我之前不要说 你被试一汤漆 有些是因为事业 学业为重 讀书 所以不拍拖 不过很多在中学的时候会说 对 那些很漂亮的分手原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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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会觉得对方太好了 我陪你不起 那你觉得是哪几个呢 哈哈 哈哈 哪几个 就是你会排什么次序 哈哈 我已经做好了 好乖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经验 对 你的怀神 很难的 好像你才知道了十个经验 所以十千太多 就是挺多的 就是他人生月历比较多 是 见识比较多 见识比较多 那不一定是随辭的 陪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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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想大家分享一下 是 不要分享太多 嗯 我们分享 你觉得最不热门的 应该排第十 是最尾的 最尾的 你觉得是什么呢 三二一握出来 就快 都不是三二一握出来 你说一下你那些 你偷看我的张 你太好了 我配不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都会选这个 你很厉害 你选这个 因为这个也是第十个 我都是选这个 Kellie也是 是的 你呢 我选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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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反对 不是这样 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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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再是不打架的 我相信 好 我就给你们说一下 那些男生 对我反对 为什么呢 你觉得呢 因为真的会觉得现在 很常说自由戀愛 这个也很难会 就是 我假设 我要跟对方说分手 也很难成为 这个理由 我爸爸妈妈 所以就会少一点 但是会不会真的有这个机会出现 你家人会不会管你 有的 当然一定有的 是的 很多对不够 是的 就是少了这种 现在这种 或者他们说完 你都不懂 不听 继续去 但是中学时候会不会多些 反对 反对 我小时候有发生过 小学的时候 小学之后 小学之后 哦 那些是小学计戀 那些 是别人家人反对 然后就说 你不要再和我儿子一起玩 那样 哦 但是你才是拍拖的小学 那时候是喜欢对方 你做了什么 对方会这样说 就是聊电话 就是小朋友 那时候 就是聊电话 就是不会怎么出街 就是打他家 对 让对方知道 你常常找他 不是啊 那年代是打手机的 我的年代 哈哈 我们以前是小学的 都不知道 我家里的电话都有 那就是不是 那些 那些妈妈很聪明 就会发现 那女儿常常跟人聊电话 就会发现 有些 那是个儿子来的 我偷听电话 但是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就说 不要找我的儿子玩 怕影响学业 就不要了 你也学了 对 可能小时候就不想你太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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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 是我唱的 妈妈 妈妈 不用那么紧张 妈妈 最后她的儿子 也是变坏了 就是变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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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事 我也是 太小拍拖 可能一直以来习惯 可能觉得拍拖很久了 然后荒废了学业 成绩 那些妈妈也是这样 又不是 每个都是 以前拍拖了 一定是应该学业 其实不是 我有很多经验 不过就是适当的经验 适当的拍拖 真的怎么样 有点圆 姑娘说的 这些是你手上的经验 是 你觉得父母反对 现在就不会了 现在就真的少了 但是我也 是的 后一集我真的自由恋爱 有多少年轻人 到自己大了 还会这样听父母说 最多父母反对的 竟然选择隐瞒 都会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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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着 他会隐瞒 对 他会隐瞒你 不想来巴黎 真的很少会因为父母反对 所以我们分手 但女生可能会多些 男生就没所谓 对 父母反对 不过是8 因为 在你的年轻上 是 真的出现过 都是要相看的 那些理想 不是 要互当互对 不是 真的 可能香港的香港不太好 不太适合 是 慢慢 OK 可能是一个乖和一个乖的 就会多些反对 如果大家是帮到大家不输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就是她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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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好 Elly和Zero都选择 刚才说什么 你太好了 我配不上你 为什么呢 这个十大热门分手原因 最后的原因 我觉得很慌慌 我也觉得很慌慌 太好人卡 对 哦 就是你借第二个 所以不就是热门 其实是一个自卑 那个人 不是真的你太好 其实是这个表面的敌口 純粹找不到东西 太好去分手 是 其实是会了第二个 对 哦 原来这个理由是 我不是 其实已经偷吃了 哦 哦 但是阿云我偷看到是第五 哇你做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觉得是第五 可能我看一个好字 可能是条件 我都以为是条件 所以我看一个好字看条件 所以我排第五 可能她背景太好了 哦 我都有做那些东西 就是可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是 那可能你这么好的条件下 我未必可以追得上你的节奏 你的生活的方式 是 所以这个可能我看得太正面了 你真的太好了 哦 我有点迟 或者说那男孩 那个妈妈叫我不要一起拍拖 其实没有理由他们 就是继续一起 嘻嘻嘻 然后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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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次找一字 是最继续一起拍拖 有点小学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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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一个幼稚园 就是觉得 就是跟自己的家背景不是很合格 可能会想的事情都不是很合格 拜拜 那时候我嫌对方太有钱了 是 就是这样 明白 明白 OK 最多有点配不上 而且我觉得男和女的角度有点不同 但是男生都真的会害怕 就是配不上 配不起 那样东西会更多 是 好 今天问一下 头两个最大 最热门的分手原因是什么 大家觉得 阿澤你说些 我就是觉得 都是 算有只偷吃 当然 你自己经常做的 不是因为你做 是吗 是吗 你两个坐在一起的 其实平时上班 你选择 你选择偷吃 我也是价值观 我也是价值观第一 偷吃第二 第二呢 第二你选择什么 第二我觉得是 已经不在外的对方 哦 所以这样也很容易 是的 你第二呢 这个也二三 就是看不到将来第二 是 是 将来 你呢 我第二是我们选择 我们不合适 我真的性格不合适 是的 我是偷吃的 为什么偷吃会第一呢 三是 应该是平排的 你应该也是 三个都选偷吃 为什么不中生 不中生 我们都觉得偷吃是分手的 官员人 不是三个都选偷吃 我们要澄清关切字眼 不要小心 不要用 手太上身 不要看我 很担心啊 阿澤我看他知道 是常常偷吃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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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澤的女朋友放心 对 阿澤女朋友的吗 不知道他偷不偷吃 但是中生暂时看不到 暂时 暂时 很红的 所以就不会 就是希望他会发生 所以如果有这个东西发生的时候 最破灭 正所谓 我不拍了 最重要是全不发 哦 哦 哦 那你 除了吗 除了吗 我以为是一次不用八次不中 是吗 是 八次不用 一次不中 八次不用 一次不中八次不用 是 證明你是有留心听我说的 是 一次不中八次不用 是 你呢 我也是觉得 专一是最重要的 是 因为承诺和信任 才会是这样的 所以 cheting 还要偷啊 你光明正大也好一点 光明正大偷吃 你这都好听 但是你还要偷 才会刻意隐瞞 都不知道多久了 都很dirty 会不会回头呢 如果他偷吃完 就是跟你说 就是顾顾外图 是的 就是我最后发觉到你也是最好了 你会不会 哇他参气 真的要想 大家都知道我真的很好 所以 所以 你吃不合口也很合理 那你就 但是你的选择是 那你就 原谅 还是 都 我想要看我有多爱 不中 是的 一次不中 可能这个是男女分别 我呢 就没有帽子的负担 脱得快 脱不了 脱身子大 戴帽子 是 是 如果他是肉体上出轨 都可以接受 是 精神上出轨 这个可以讨论一下 肉体上出轨 这个是心理学说 是有分别的 因为呢 男人呢 是 在那个关系里 就是想要那个快感 是 是 可能因为满满地 和你很久 就想尝尝一些新鲜感 嗯 但其实他 其实很爱你的 是 那他就 就是 就是 想尝尝一些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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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可以叫做维系到我们的感情 就是 吃开碗仔翅 就吃鱼翅 还可以维系到我们的感情 可能 但是 遲些继续跟你吃碗仔翅 有空就吃鱼翅了 那我就要看一下 他其实是 跟不同的人一起吃碗仔翅 吃很多碗仔翅 一碗仔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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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呢 其实 精神上出轨 可能他真的 不外果 他已经 人的心 已经是另一个女人 就是肉体上 你直接受到的 肉体上 可能他真的 还可以滑倒 就是逢祥作庆 那次逢祥作庆 就是逢祥作庆 是呀 你也是 我是 绝对反对这件事 所以 我也是反对 心灵 肉体还是精神上 都不行 但他也是这样说 我也是反对 肉体和精神上出轨 我也是 我完全接受不了 肉体还是正常上 也是 因为你是想 你跟另一个女人的时候 其实你是 放下了我的 根本你手里已经没有我的 是的 所以 其实我是选了 价值观和偷食 其实都是平牌的 那为什么价值观不同 就是分手的原因呢 其实价值观 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 可能是大家将来的愿景 或者是一些兴趣追求的东西 甚至乎日常生活 是的 习惯的习惯都已经是 所以如果不配合 就会哭下去了 所以就是 所以是对担 很辛苦 是的 很辛苦了整段关系 很难维系 可能见到一个有问题的人 去说他 骂他 你觉得很可怜 为什么会骂他 是的 真的不配合 不配合 你迫不到别人去改 那个价值观 是的 阿云呢 阿云你选了什么 我都是选价值观 不同下底的一 为什么呢 就是 例如你来说的 其实价值观真的很重要 包括日常生活 大家自己那条 喜欢做的东西和不喜欢做的东西 这些道德上 或者是现时社会上的东西 那我觉得 大家都是同声同气 如果我们不同的话 其实都很难够够 是的 会吵架 甚至你不喜欢吃碗仔翅就不可以 哈哈哈 真的就是喜欢的东西 是的 那 你去到什么层面 你去到什么层面 是假的 就是一些道德 哦 就是阿婆跌了铲子 你不收拾他就收拾的 或者我觉得 也没所谓 对 好像举个简单 就是过巴马线 可能就是 可能是可以 你充灯的 我觉得灯就没所谓了 但是你充红灯有所谓 对吧 对吧 甚至可能社会事件 其实都可以很多不同方面的 家识观 可能很多讨论的时候 其实你会舒服 对 你会有很多争拗 对 有些人很享受他真的 很享受他真的 很享受他真的 很不一样的 对吧 会有很多房花 是有些人中 可以发现一身的 互相激励 互相抵抵抵 一定恢为一个和你同一个不同的事情 对 互相抵抵抵抵就是一个进步 对 大家可以享受那种讨论的空间 又做出很多新的角度 对 其实也有一个 是可以恋爱的原因 我看大家選擇的1、2、3都很相似 都是一些價值觀、偷食、性格 或者有些是看不到將來 這個很特別的 看不到將來 Cero剛才選擇了 看不到將來 為什麼你會覺得看不到將來 也是一個分手原因 看不到將來排第二 是因為我 都會想在戀愛裡面去到屍首到龍 可能是長相私手 但是如果都看不到將來 譬如對方是不求上進 又不想做 冷冷閒 或者不想跟你結婚 對 不結婚 拖你很久 還要吃刺 為什麼Cero剛才吃刺 搞不定 所以好像初陀 青春 對 對 男人是越老越有魅力 可以玩但不要玩那麼久 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可能不同的年紀都不同 可能中學生年代 是 小學生年代 甚至我們大一點的時候 有些不同 老年人的年代 老年人的年代 我們聽一下現在 不是聽一下 看現在十大日本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好 我們先去第十位 我中了 你太好了 我配不上你 第十位 對 可能是沒有特別的解釋 可能是包含了你的 其實已經找到第二個 對 或者是一些藉口 對 也有這個原因 或者是條件對方太好了 門當戶對 以前也是說 這樣 對 第九位 就是價值都不同 有點有趣 第九位 對 大家認不認同放這麼低 為什麼呢 我擺在第五個 我覺得很高 你們擺在第一 你擺在第一 我忘記擺在第一 我擺在第三 不過可能有些人覺得大家的價值觀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排行榜 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價值觀 也這麼重視 就是 再年輕一點的時候 回到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是不看這些 小時候是不看這些 是說feel 小時候最重要的是什麼 記得上次說短內 是說英俊 小鮮肉 對 眼神很棒 對 根本就不會想這件事 年輕的時候 對 第八位 享望自由自在 就是可能 喜歡玩東西 自己這份人 或者是 自己去玩 我有聽過她說的故事 有什麼故事 有什麼故事 是束縛的故事 我很想聽 你的故事 是你的故事 是你的故事 你有束縛的故事 你束縛人還是沒有束縛 應該是沒有束縛 她被人綁 為什麼不綁 就是可能 我們有時間 可能在拍拖 熱戀期間 她可能很多時候 很多的見面 很多時候都很想 很掛著你 你女朋友是 很聽說的就是 熱戀 難聽說是 癡身癡細 對 一定是有這些 但可能她太多了 超過了的時候 你會要求 一個星期幾次呢 你會要求 日日 可能是 黏著 黏著 我覺得日日見是沒所謂的 但未至於去到 可能起床 起床 那一刻抹大眼 到晚上淋睡那一刻 這個 同居 可能有很多Whatsapp 可能有Facetime 啊 這個女朋友很安全 可能你平時有跟朋友去街 就說我有去 然後女朋友又問 去誰吃飯 跟誰吃 酒了嗎 吃了什麼 幾點發企 會有多了這些 負擔 少少束縛 對 少少束縛 很辛苦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容易分手的原因 對於男生來說 不喜歡女朋友管那麼多 我也喜歡吃刺 男生需要多些私人 需要多些私人 需要多些私人 但對於男生來說 女生不是也是一樣的 女生有些是愛了你 就可能全程放在你 你女的第一位 對 需要私人時間 有些 看情況 其實是私人空間 女生也要的 其實我覺得 那要平衡 對 可能男生要多些私人空間 你自己想打機 晚上睡覺 我睡覺了 其實就出去打機 沒錯 我沒有享受 你和你朋友一起打機 但女朋友未必跟你打 所以我不是享受 有一個女朋友可以陪你打機 對 所以在拍拖的時候 又有me time 又有we time 又有we time 又沒有太黏身 這樣才能夠碰到 對 真的要有自己的興趣 不要依賴著男朋友 特別是不同的階段 熱暖 可能已經暖了一段時間 過了熱情的時候 終於要黏住 還黏住了 打電話給你 對 因為人們都有工作 有學業 對 很久了 我們來看看第七位 對 哈哈 有人很搞笑 對 第七位就是事業或學業偉裝 我也是七位 我也是七位 就是對方太多缺點了 這些都是拍拖的時候 沒有發現 就是慢慢浮現出來 慢慢浮現出來 對 就是頂不住了 通常第一眼 你喜歡對方 也不會留意別人的缺點 對 都是看著好的東西 就算是有缺點 對 情人眼不相視 沒錯 他真的相處的時候 真的受不了 有些 怎麼會這樣 當初不是這樣 其實人家當初都是這樣 你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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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要騙你 你剛剛拍拖都會做這些 對 對 有經驗過 嘩 情長浪子 我當然不是 我最真實的 好 第五位 聽一下 已經不愛你了 看看 不對 不對 我認了愛那種 感覺 愛情好像比較親情 這個不用多說 第四位 偷食 那麼第四位 對 第一位是偷食 可能有些人知道 可以同樣度 吃刺是可以的 也要吃 但你覺得轉了不是吃刺 吃什麼 好 好 第三位 竟然是父母反對 青人學生 真的不可能 讀書頭 這個排名是不是 清朝遺留下來的 不是 是最近2022 好像是2022 2022年 好像是 香港還是 台灣 忘了 台灣 台灣可能是傳統一點 對 嗯 是的 好 看看第二位 就是 看不見將來 好不容易 哦 是很重要的 將來 這個會不會女生會多一點 我真的這樣想 我覺得會 我覺得女生會多一點 是的 為什麼 因為 何時我所說 都是希望拍得多 當然不會這麼快 結婚 男生也不會這麼快 沒有這麼快想 結婚 那什麼時候你會想 好像媽媽 好像媽媽審了女朋友 適當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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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啊 她一首歌 撈成一身 不要推她們了 還有最後腳的雀仔 有腳的雀仔 你要定下來的雀仔 可能因為男生 在一些生理和生理上 都是持續的 所以你們還未成熟 很熟 所以我說 你拖的時間 可能去到二十幾三十歲 都還是很有魅力 所以女生就會覺得 可能過三十幾天 開始慘了 差一點而已 其實就看我們這些問題 是不是 所以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很慘 師傅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不需要這麼快抵抗 是啊 是啊 這個社會的包袱 是啊 她的某個年齡層 就好像催你要結婚 就是親戚 新年的時候 結婚了嗎 什麼時候對你派禮子 還未必是 一開始就 我當時想 也不是 一開始就拍拖 就要想 想結婚 不是想到最後一個 是啊 而是 那個 真正適合的時間 然後大家就會結婚 對 或者叫做第一個 就是最後那個 期望 是的 我多數都是 不想浪費時間在錯人身上 我現在也認識到一些年輕人 不是 是 會試多一點的 多一點體驗 沒錯 好 第一位了 是我們不適合 我們是性格不適合 我是第二 就是最後的分手原因 問你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想我會把價值觀不同 跟我們不適合 都可以並列為一樣 我也是 我覺得我們是不適合 不適合 對就是不適合 就是性格嗎 很多方面 例如 你什麼日常習慣那些 是的 我日常生活都可以這樣 日常習慣 我習慣了夜睡 你習慣了 是 很難有些難遷就 要遷就 可能我是要看凌晨四點 那場球 但是我 你慢慢看 不是 一定有這樣的關係 是 不過可能肌肉已經不愛 所以包容也包容不了 是的 最愛的是自己 沒錯 只想想著四點鐘凌晨看球 還是自己煮碗汁給自己吃 哈哈哈哈 把自己燒熱 好 那十個分手原因 跟你們合不合 你覺得 是否適合你的想法 一點點 一點點 一個參考的排行榜 到這裡 問問大家 分手之前 不是分手 對 總會有些 尾目 對 你們有沒有想到 有甚麼是徵兆 另一半做了 你覺得 應該都是分手邊緣 我現在請你們 每人寫一個 好 看看跟我們 我們上網檢查了 有五個是一些徵兆 很明顯的徵兆 分手前的徵兆 分手前的徵兆 是的 不要寫到五文 那麼長 差四個字 好了 你也是從你們的經驗想想 有很多經驗 或者你分別人手也可以 不一定別人分別人手 好 想想一些經驗 好 三 沒辦法 好 二 一 這麼像 好 Elly 你先選 我一個是忍不住 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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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以前的另一半 脾氣不太好 我自己無限地包容 但到最後 發現我真的受不住 自己 不會忍他 就爆開 這樣 你發脾氣的意思 很多缺點 以前覺得 可以的 還可以包容你的 對 你已經覺得 死你不順 大哥 別再來了 其實你會發脾氣 只是黑下臉 對 你都覺得我又來很煩 對 因為你還是這樣 但這三個有點像 對 WhatsApp覆的時間 對 WhatsApp覆的時間 開始慢 開始久了 以往可能 遠回 甚至可能十分鐘內 你還沒發出 你還沒發出 或是按傳統 但已經藍色了 你要隔多久呢 隔多久才不回覆呢 真的到這個階段 原來是空長的 可能 開始慢慢 你早上WhatsApp去過 可能是下午才回覆 你整天都是這樣對我們的 對 真的 真的到我們 不回覆的那個人 對 他繼續 不是一年 不是一年 接著可能 開始慢慢 急慢 收了點訊 放頂 你都不敢去看 先看別人的 工作群 在線上 不回覆 工作群 都可以先回覆 你自己的 你明明看到 在線上 都不回覆 就是不回覆 那就開始慢慢來 越來越 那你對人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不敢去 你分手的時候 就會用這些方法 你用這個 就是這樣 我一時時 你這次 你這次 有時候不回覆 是有原因 真的難一點 怎麼回覆 你說那句話 我怎麼回答你 都要想想回答 你愛不愛我 然後不愛 不愛 man 會懷疑 你是不是 分手會先笑 是 又怕回答他出來 愛 又怕他又 不行 你不敢愛 回答那句話 還有一些後續會有 哦 即是你也有很多擔憂 對 平時就不是今天愛 不是答不過很簡單 之後還有下一句 哇 你男生很細心 要想那麼遠 你這樣 對 好 Zero呢 我就是找不到人 分手之前 就是會覺得 咦 為什麼 又是很久不怕 失敗了 我找不到 遇到不回 或者是 明明錯誤都不打回來 不是 是 MISS CALL都不打回來 一分钟打了三次 不是 那次因為你還在打電話 所以你還在打電話 所以你還在打電話 不是 一分钟打電話 三次 一分钟打電話 一分钟打電話 五次給他 一分钟打電話 一分钟打電話 通不了 你還未通過 很可憐 但應該伴隨著其他事情 除了覺得他不理你 很難看 感覺到他 是 那些愛你不理 出來可能是看手機 是 嗯 拖著你的手 又好像不理你 不拖的 是你拖他的 哦 很疼的 整件事 對 他不拖你了 是 是 就是 我自己是會少了你的對方 哦 就是放他在一邊 基本上 不理你 讓他 讓他 自生自滅 譬如發訊息 要發幾個訊息 哇 好賤啊 哇 身體就是這樣 你還要拖著你 因為他真的 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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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愛難 那為何你主動跟他說 對 為什麼還要拖著別人呢 男孩子是 那時候的自己 他是想做 好人 他要拖著別人的那個 哦 等人說 他覺得你跟我講分手 我跟你講分手 那些 覺得自己會脆 總是會覺得 講分手那個是壞人的 對 他就要別人做那個壞人的 好壞的 你真的 對 很賤啊 很賤啊 賤啊 那時候的自己是會覺得 賤啊 是不喜歡的 那又未至於要他分手 但你已經不理人了 對方會不會 都是有我的想法 你是希望別人說那個 是 剛好拼中了他 不要中了他 也想這樣 對 所以大家都不會說 對 說也不用說 很壞 就是扶我拚分手 但是會不會呢 然後會不會等待 不要緊 明明都是想躲起來 不趕啊 這樣拖著先 慢慢慢慢來 我真的有事 我剛才說的那個男朋友 就是經常發脾氣 因為他都開始慢慢刁毯 因為我都不理他 發脾氣的時候 然後就想大家都在那裡拖 然後拖到最後 我當然忍不住 就是講分手 可能那個男生又好像你這樣 希望對方先講 不著這個角色 但是當大家都很愛面子 大家都很愛面子的時候 會怎樣 我都不說先 那大家不要說 鬥鬥了 淚鬥了 你不說我不會說的 為什麼我先說 你慢慢沒有了 會不會 慢慢來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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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補充 對 說多一點 當那時候的詞 會有一點好似 隆近分手 但是都會覺得 要不要分手 奇之可惜 對 但是要吃煎木味 什麼時候 就是 如果到這個位置 都會看對方 是不是都會有這個 試探 對 如果他沒有的時候 都會真的會看 我自己 是不是真的要走到那一步 即是單方面有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都會想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令到他 就是不會去到分手那一步 但是去到 不是我 到最後 過不了自己都習慣了 那我都會 對方向 是 但是這一個 都真的 對我自己來說 是個徵少門 很大的徵少門 已經開始不理他了 我現在沒有想到 我現在的照片都沒有 他現在很頭髮 各位 他現在很頭髮 就是兩個字 報應 對 大家會相信報應嗎 我自己都會想 我真的會 我真的會 就是 我跟他說兩次分手 假設 人家就會有機會 下一次就會跟我說兩次 我很相信報應 我也很相信報應 所以我一直 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你經常做很多 不是 說分手是報應來的嗎 你會覺得 人家三次後 就是跟你說分手 因為你傷害人 多數會覺得 我說分手是壞人 但其實 我又未必 我又不覺得 對 我未必是 因為我 是… 不,我相信報應 現在正在來 現在正在接受 現在正在接受 他正在接受 不是,他正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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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們來吧 若然未報 不是,未報 其實未報 正在接受 我們不是多次來 不是 就是 因為 因為… 我知道他牽涉到突然有幾個說話 我真的不說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 哈哈哈哈 我們在店上來 是沒有所謂的 就你 就是 就是 關系過來說 是一個 learning 就是我跟這個人 learn 了一些事情 發覺真的有些事情不合適 那麼 我再在第二段關係的時候 我又再跟這個人 再有相處 再有經歷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知道自己有些什麼是想的 有些什麼是不想的 OK 那時候 真的 像剛才施錄說的 但不要浪泌對方的事 那就… 噢 是 是 是 對,剛剛Krista就說 說分手那個是否壞人的角色 但其實我又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幫大家解決 那些兩個都… 其實已經結束了一段關係 但是又不敢說的時候 是幫大家做一個解決 嗯 都不會有報應 說分手 他說有很多朋友經歷有報應 報應是哪方面 出軌的 我已經在這裡 什麼報應 什麼報應 整個報應 有一個朋友試過 他真的試過 一腳踏兩船 那當然 之後被人發現 分手了 然後他接著那兩段關係 都是對方 一個突兩舌頭 對 是否整個角色 抵死的 抵死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看寡 是報應 是 看他們自己看 可能你覺得那天之前有些壞人 是 自己收回 都是 我覺得不是巧合 嗯 被人玩回頭 玩得人多 我不是被人做FanCat 真的嗎 我不是被人玩回頭 哦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一個局 好 那我們就看看 究竟網上說 我們聽不想愛的一些 聲兆是怎樣的親手 就是第一 已經不想再見面了 再見面了 對 和朋友一起是最開心的 更開心 但是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變成了 更有輕飾 對 所以你說到我等你 已經不是其他地方了 我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可能出現了的時候 你也要問問自己 是不是其實 已經不太喜歡你的男朋友 是 嗯 還有輕飾 真的就是想和朋友一起 對不起 我想 我原本已經是 和我的朋友的朋友 對 你一向都是還有輕飾的人 對 都是學朋友先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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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有可能 我會再黏得多一點 是 是 是 好 第二個 好 第二個 就是 生氣也不生氣 那就對他 你就是你那個 對 是 我已經不想再理他 太麻煩了 這個人 對 你不想再理他 對他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他做什麼也好 對 就是你不會再著緊他那些東西 就是你不會再關心他日常生活那些東西 你不幫自己死 對 你讓他死 對 好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不會喝醋 不理對方 應該是女孩子 男女都會 男女都會 就是你不會介意他跟你其他男的伴侶 對 開始聊天 跟別人單獨吃飯 真的不在乎 任由他 對 對 經常都玩電話 對 對 身材方面的女孩子 身材方面的 對 好 第四 不再參與對方的家庭聚會 這個大人一點 對 或者是活動 或者是朋友的活動 對 都連他展示一下你自己 因為平時拍拖的時候 你會很希望 他會帶你進入他的家庭 帶他進入你的朋友的聚會 對 我看到我們後面有人不喜歡我 一半一半 不想 家庭觀眾 其實我也很普通 自己 對方的家庭生活 不想重結 不是說 聚會會少去 本身的事情 就是 更加不想去 已經不開的時候 不去 可以不用再找藉口 不去 不去就不去 我不去 你自己去 因為你已經不在乎 沒錯 沒錯 對 人家庭就不在乎 對 你最初拍拖 一開始 就會很想進入 很想在裡面 有機會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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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了 他肯帶你上去 都是好事 可能他未必會突然 女生上去 始終要見家人 這樣 對 我想 其中一個項目 可能未必是 只是家人 可能是他重視的人 剛才你也覺得 對 可能是朋友 對 對 對 好 好 第五個 就是 無話可說 對 對 我們吃飯就是玩電話 你有你做 沒有 通常可能 大家放了公正 會分享你們的日常 才會給另一半 會 也會 對 對那個人有沒有感覺 也有 沒有 那你會不會 我是會 不是 我是沒有 我 就是 沒有東西 想跟他分享 不想說太多給他聽 寧願分享給朋友 也不想說太多 甚至他沒有興趣 知道 那個人已經 如果你有這種 徵兆的時候 可能也要留意一下 對 你的戀愛關係 已經有響起 警號 究竟你是 就要 對 究竟是 他重拾 對 對 放棄了 對 同學決定 大家都是這樣 大家都累了 簡單單單的分手 對 有人偷看我們的 分手也是一個藝術 我問一下大家 就是 家庭觀眾 對 螢幕前面的你們 喂 觀眾都可以選 對 如果你們可以選其中一個分手 你會選哪一天呢 如果可以選 對 只可以選五天 對 包括聖誕節 情人節 餘養節 另一半生日 中秋節 對 很像我 你們 為什麼我會說陽節這樣 他本身寫清明 你知道嗎 太多了 太簡單了 清明 人節太多了 我們想你們都要選一個 你們怎麼選呢 好 現在給你們五秒時間 你們快點快點 立刻寫 阿蛇 好 好 好 很難選 你們五個 對 第一次要第一天 一定要玩一天 一定會玩一天 即是二天會說 二天會說快樂 驚喜 對 驚喜 我的天 好 好 好 來了 三 二 快點 一 燈燈 中秋節 咦 咦 大家都一致 大家都一致 好 接著先 那我先說 好 主要是你們五個節日 都不能選擇 為甚麼 你想想 情人節 聖誕節 和生日 都是很浪漫的 一對對 一對 你還在當正那天 去約他分手 我最討厭 也很難看 而且他相信有報應 自己受訓 有些人真的選擇日子分手 有 我有試過 有 但如果你要分手 不需要聽 鋪牌落改 準備情人節 是機會 那我覺得 也不需要這樣做 你真的要分手 對 其實未必是鋪牌 即是 我那個 不是 因為我真的有朋友 是 過了聖誕之後分手 我這麼久也有朋友 是的 因為我不知道 實際分手原因是甚麼 可能 我自己猜到 但是 當他過了最開心的事 發覺對方真的不順口 真的受不了 我想聖誕節日子不適合我 買錯了 你這個臭袋 他不送聖誕節日子給我 是的 所以 未必是一個 密相 不過過了聖誕節 也算是 25號 或者26號 或者24號 那些其他事情 很難選擇 那些日子 對 剛才Elly說是你試過的 對 小學雞戀 你是同一個男生 我好像選了情人節前一天分手 不是那種門不登門 不對那個 另一個 是同一個 也是同一個 同一個 你選了情人節前一天分手 不知道 小學雞嗎 還是不知道情人節前一天分手 不想再跟他在一起 不想製作菇力 不想製作菇力 什麼呀 小朋友要製作這些 這麼小 是的 但是最慘的 就是那個男生 他情人節前一天 仍然有送情人節禮物 他就把我櫃筒 那份禮物 他就說我一早買 他就在網面沒有聽 是的 因為我們有預備 記得上次戀愛說過 不會當日才預備 是的 是的 你不要怪我 OK ZERO 為什麼要選中秋節呢 對 就像阿雲說的 真的 這些會有報應的 哈哈 還有這些浪漫的字 免得以後 都會想起 那麼傷心 但是中秋節是人月兩團圓 雖然你可能是中法 通常對象未必是夫妻 除非她是很傳統的人 但是中秋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最近是一家人 好像是情人 你把我排出來 最近是一家人 還有我有幫她想的 就是去跟她分手 你還在街上 你還在街上 就在街上 所以她不是一個人 沒錯 對 對 是有陪伴的 OK 好 那我問一下 其實這次真的逼你們選 你覺得其實什麼事 分手是最好的 或者是 有沒有什麼 分手 清明 好 快 你可以不來自天 有些方式會選其他 你有沒有說哪一天 特別有一天 可能考試前夕 考試後 就是什麼時候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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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有些想法 我也想給大家知道 有些想法你會選擇什麼時候跟人家分手 如果真的要分手 不會選擇很重要的日子 好像剛剛說 免得當節日會都會經過 會想起這段回憶 還有剛剛那些 可能他有些重要的事要考 讓別人先拖一天 不然他的狀態就失去了 最重要是沒有傷害太深 影響到他日常的生活 對 很難特地選擇日子 你分手就分手了 你不想選擇 我查東盛 今天分手 你選擇拍拖幾年 剛剛拍過一年 真的要分手 這樣就可以了 分手日子都要記 如果真的讓我選擇 我會想的 假設對方曾經也很餓 很餓的一個女性的話 我真的有機會選擇拍拖的人 即是紀念日會分手人 還有呢 很傷害啊 這個人 因為 首先 那個醞釀 已經不再是我自己 不是單方面 有機會是 對方都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真的到剛才這樣說 要選擇 即是要計劃 要選擇一天的話 我會選擇拍拖的幾年 即是 為何又要想法 是的 一個開始和一個月 有多少拖 但你會不會覺得 他對那個紀念日 其實還可能有一絲的盼望 怎知道原來你就這麼喜歡分手 所以就要看 我剛才也是這樣 要看對方 對方Merrymady分手吧 對 即是如果大家真的 我覺得是要分開 即是和平分手就會選擇 真的會選擇 有沒有呢 我相信選擇 即是要分手都會用 你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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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先說一下 我相信要分手 也未必真的會等 或者留一天去做 哦 即是不會是他 特地留一天去做 你差不多可以分手 就是那個WhatsApp 那幾個小時不回覆 接著就關機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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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X 都是一樣的 即是如果 看你有多不喜歡他 會不會因愛情癢 你刻意想他 是的 想玩殘他 是的 沒有玩殘 真的要去面試室 躺著 是的 真是考車 考得不好 不會說分手 不會說分手 是的 那又有報應了 是的 又要自己受訓 對 最好去那些人士北京 你不太覺 大家都不太記得 是的 我問一下 大家分手 那用甚麼方法分手 可以給大家寫一下 用甚麼方法分手 沒有 無法選擇 這次不讓大家選擇 反正迫到你們 沒得 即是你以往曾經用過甚麼方法分手 或者你會用甚麼方法分手 如果真的要分手 我不是很怕鳳影 他想很久 想寫 但 沒有 我才能想到 尋找到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知道 我不是說 特意 我沒有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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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到 就是面對面 好來好去這樣說的 是 為什麼會用訊息呢 因為 不知道 可能我自己本身都是 面對的情況會逃避的人 我擔心 如果面對面說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對 去女兒又怎麼辦呢 很容易脫身 可能是WhatsApp 或者是其他訊息 就會容易說得出口 很多東西都是 而且我覺得 一件事就是 不用面對面那件事 沒有那麼打力 其實我都容易一點 是的 但你不是看不到別人的感受 別人都想有些說話跟你說的 那也可以在訊息說 對 可以在訊息繼續回覆 我也會繼續回覆你 因為我就好像 好像強好來好去 是的 仍然可以在訊息討論 是的 還有 氣氛沒有那麼尷尬 是的 氣氛很重要 沒錯 你會覺得 你極度 要選擇得分手的 然後就 面對它 對 那段一點 但是我們也在面對它 未必說一定要好來好去 但是 那個是 我自己選擇的 分手 到最後這個時刻 我都不會去面對它 倒不如當初就不會和對方發脫了 沒有 就是 他好像 敢不突白 好像說負責任 不可以趕分手 那樣 因為這樣說 是的 可能 當面和對方趕分手 是會 他會有 他會哭到整天豬頭 那當然 你不要離開我 還有一件事 女生的眼淚 你看到她就很快 你不要離開我 我真的明白 你明白 明白什麼 所以 但是 但是 對 真的要去到那個時刻 我知道要面對這些 那 自己選擇 要分手的時候 那就要去面對 我想問 你會怎樣做呢 面對這個情況 你會怎樣做呢 對 大哭的 你不要走 然後一條街的人都看不住你 不要禁對我 首先 我都 很適合的 我還要選這些 沒有那麼多人離開 哎呀 死女生不走了 不會選擇海邊分手 或者是有什麼 還有海 有些安全一點 安全一點 有什麼人 有閉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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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些沒有 這個好說 我不敢說 會走太後面 那到那一刻 是要得起 好絕情 這個 另一半 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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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堅持了 對 就是說完之後 就斬斷他了 就斬斷他了 對 對 對 就是那個時刻是 很傷害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留了一秒過 是會改變了 對 是因為那個時刻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愛他 而是因為 他純粹可憐他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可憐的 沒有反撞 大家的關係 不是一個 那如果這樣說不明白 應該不當面說那些 對 很傷害 因為自己要面對自己 就是那個時刻承擔 對 在WhatsApp說就不承擔 對 就是你要承擔 但又怕看到他又會哭 你又要先走 那些 就是 至少要處理那件事 因為我覺得其中 WhatsApp是會 會 有少少 什麼 拿牌來看看 是 然後觀眾不知道做什麼 你現在說分手 對 為什麼要演啊 觀眾 因為我覺得 WhatsApp始終是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兵 對我來說 冷冰冰 已經是沒有情感 而說分手 都已經是 很無情感的事情 糟了 我是不會這樣 就是 我不覺得 那我倒不如 我真的不去 如果我真的可以選 就是讓我選擇 要用電話去說 但如果真的要去到 講分手 我覺得是要 這個都是兩個人的事 我們兩個去處理 糟了 我想一下 集會跟我們講分手一次 喂!Hi! 分手了我們 分手了我們 你的情深很認真 我的都是分手 拜拜 ZERO呢 師傅也覺得是 當免講的 師傅也是 我幫你回家 好 我可以網均上 但這個是 沒關係 這個歌詞 我覺得會當免看 雖然是很困難的 因為 如果是你婚人 就會很有guilty 如果是我被婚的 我也想去當免看 我覺得 無論如何 當免跟我說 有個死心 我覺得 電話始終都會 好像有一絲希望 是女聲 是 因為你無法猜測 他當下的語氣 語調 對 這樣會比較合理 這樣解釋 你就不知道他 是什麼原因 他被人震了 他被人震了 玩了手霧音書 你來的 你自己很想 這個 這個 對 雖然不如當免說 還有 我就可以追問的 自體 對 那個反應 為什麼 是否連我哭都沒有反應 還可以當成這樣也有反應 還可以當成這樣也有反應 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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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以 也看到對方的回應 你曾經很珍惜對方的時候 你也可能很來很去就是 不愛就不愛 但都可以 講清楚 對 都可以講一些 我不是說 雖然當刻 就是覺得他很糟糕的 我不是說 或者你說一些 好人氣 都很糟糕的 但是 可能 都是一個成長的 但是 你要自己 學會面對一些事情 就代表你長大 是 對 說再見 是不忍耀的 但是如果你連 說再見 的勇氣 都沒有 就是面對面講的勇氣 都沒有 我會覺得 好像你下一次 你會不會也會再平仰 是啊 面對的時候你也沒有那個勇氣 是嗎? 我們沒有勇氣 我覺得說回來 沒有對與錯 就是大家各自的看法 是的 真的沒有壓迫 你對與錯的答案 沒有傷害對方更重要 嗯 可能分手之後 是不是你們幫對方 就是 你和社伯 或者所謂斷絕的聯繫 就是 我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覺得是 所以你問我 我又覺得可以 留一個空間 但是又不是去主動去關心 就是視乎是被分還是被分 以往身邊的中學同學都有一些習慣 就是分手之後 就有關連的事情 就是很流行的 就是很流行的 就是跌倒的 跌倒的 但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是沒有這樣的習慣 就是照片 它是我的一個回憶 一個回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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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有找到 原來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星座 原來也有不同的分手的形式 問一下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水皮座 水皮座 水皮座 我是獅子座 我也是獅子座 我是雙子座 是雙子座 處女座的朋友 處女座的朋友 原來有不同的星座 也有不同的分手的形式 是 等一下 看看有沒有你們的分手形式 可以說一下 例如白羊座 對 白羊座 是會坦白分手的 對 最快的 他覺得厭倦 如果不喜歡 就會分手 不會 是 是不是 有很多人 你不是白羊座 不是 他金牛座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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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那麼多 放一元 金牛座 是 金牛座的朋友 聲稱金牛座 就是很看重金錢 所以 他已經不喜歡對方 就不會投資很多 在對方身上 我真的不會願意花錢 在他身上 就花在自己身上 就算了 所以如果你封到他不花錢 那就注意了 色爐開始出來了 不買戒指 不買手袋 是 Sanny座阿雲 是 阿雲是沉默寡言的 他覺得Sanny座的愛情 就像一場不停的talk show 喜歡不斷和他分享自己的事 剛才他說放工 會說很多東西給他聽 但是 如果他不說的話 那你就要提防 即使他對你沒有好感 哦 是嗎 是嗎 覺得自己是不是呢 都是 少了很多東西說 真的 真的 很淡 就自然開始少一點說話 很正常的 是啊 然後巨蟹座是怎樣 巨蟹座的朋友 就是因為巨蟹座 都是一些比較感性的星座 所以 通常巨蟹就會哭到傻了 他就要用很多時間去復原 通常都是以淚洗臉 每天都是 沉澱這個不開心的環境 是的 星座就是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就是怎樣 就是一個具有愛情活力的星座 喜歡不斷發展愛 發覺愛情中的快樂點 是的 愛情裡面 希望營造一些很開心 很熱烈的活動 是的 如果他經常不懂 忙碌其他東西 不跟你玩 就開始沒有感覺了 對你 不如乾脆 乾脆分手 快點分手 是不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很忙 哈哈 哈哈 都很忙 不要用拖泥 不要用拖泥 是的 好 接著由催女座的我 說回催女座的大家 就是催女座就不會再啰嗦你了 因為催女座本身都很喜歡規劃行程 規劃活動 以及都會關心對方的生活 以及照料一下她 如果當她一天已經不再理你了 不再有很多提醒 或者是不想跟你到處去的那些 都是對你沒有感覺了 已經 不想再理你了 已經有你自己死算了 她很開心 好像我的 哈哈 終於沒有人管我了 可能真的有點準 是的 接著就是天平座 天平座就是情緒失常 9月23至10月22日出生的日 是的 就是追求平衡的美感 喜歡和諧的心境去生活 如果經常發現天平座 一說到愛情就沒有面仇雲 這樣的話 就想定她都應該很快想分手 是的 但是她的分手速度 就不會被巨蟹 即是處理那些情緒 不會被巨蟹撞很快 是的 而且她會足以想挽留這個關係 她都會想 是的 是的 因為天… 還有手座的朋友 射手真的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任馬座 任馬座 是的 我說錯了 先說天蠍座 不好意思 天蠍座的譜報 就是通常他們 本身理智上 可能已經接受了要跟你分手 但情感上 都沒有辦法去割寫自己的感情 可能她還是對你難捨難尾 即是你自信就分手 是的 然後就是… 對 總之她很大機會會有回頭 即是你會被人追回頭 是的 好 接著真的到任馬座 任馬座喜歡熟字旅行的 即是她一向都喜歡去玩 是的 很喜歡自由的 就算對你愛情好心也好 她都不會放棄自己的自由間 因為一有一天 發現了你和她 不能夠代入她的心態去玩的話 她就開始都不太喜歡你了 然後真的會放棄你 然後她就自己做 自由加更高 是的 好 接著我們又看看這個山羊座 即是摩蠍座的朋友 摩蠍座的朋友 摩蠍座的朋友出名 他們都是一些工作行 他們很勤奮到來工作 是的 所以呢 即是她會先安定在家裡 即是感情上的世界 但也是當她發現 即是感情上一般的的時候 她會反而坐定定跟你說清楚 即是說錯 即是跟你拆不碰 即是跟你拆不碰 就會分手 即是有點刺燒 雖然她不是生養座 但你們都喜歡 對 講清楚了 對 然後就到阿玉 摩蠍座了 說回自己 摩蠍座 摩蠍座 雖然看下去 過程都很突出 很突出 很突出 哈哈 哈哈 她是故意自己加進去的 對 對 不過千萬不要因為她們不夠堅定 如果她們真的要分手的話 一定是經過深思思 經過多次的判斷才會這樣做 即是想多很多方面 雖然她外表相對平靜 給你感覺她的暗示不夠明顯 但是呢 不過呢 這就是不夠給她空間 當然 她們相對平靜的外表 可能是讓你覺得之前她的暗示不夠明確 不過呢 這個就是你不能夠給她們空間 不能夠支援不到她們個性的後果 即是自己拿來 即是某程度都是會被對方影響 我自己會 她自己會分手 這樣 這樣 因為水平座會不會通常都是比較跳脫 即是很多想法的一些形象 還有她想過新思熟 是的 即是已經想好了 其實她是有想的 不要以為她是沒有想 是的 好了 最後就是雙魚座的朋友 因為雙魚座本身 她跟天平座相似 通常都是選擇困難症的朋友 而且她又會很多仇善感 所以她面對著這個分手的話題的話 其實她會充滿了很多戲劇的因素 即是會有很多幻想 很多想法出現了 總之可能就好像巨蟹那樣哭了涼 才會結束這段關係 即是會上演一場戲劇 這樣 像你嗎? 嘉靈的觀眾 她是金牛 她是節約用錢 我 是啊 是啊 然後問問Cindy 對 對 一些參考 以前小時候會看徵作 她很喜歡看徵作 都是一個了解 不過大家都經歷過分手 到最後一個題目 分手之後 有什麼復原方法呢? 是要打開大家 我弄一整個列子 分手要打開 香港分手不需要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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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為什麼要處理分手呢? 你們很狂聽失戀歌 很容易理傷心 是的 那些…不要掛了人幾個 分手要打開 是的 那就等自己再沉澱一下 然後再反彈 反彈 我覺得也行的 也有些渠道宣洩 宣洩情緒 旁唱 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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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多久呢 似乎有多愛對方 愛的程度 有多愛的程度 我有聽過用真的一倍的時間 看見大家很大 很大 兩年開要多少 四年 不是吧 至少要一年多 例如你那天花了半年 大半年 一年半 可能真的要花一年半的時間去沉澱 由去不開心 就開始 可以失敗了 然後開始運回幾個方向 等等 可以說很快 這個月散了 下個月要跟人一起 然後就下個月要跟人一起 那也相信有些人會這樣選擇 有些人會這樣選擇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正環點 轉移一下視線 對 什麼不可以的呢 找水泡 對 找水泡 我自己覺得找水泡就是有個危險 對 我都會嚇到人家 只是想找他來填補你的時間 紅去 紅去 洞 洞 什麼年代 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能很清楚你喜歡對方 那些人的出現 可能會令到 你跟他的關係不能夠維持 我自己覺得 可能別人本身是想跟你發展 長遠一點 但怎麼知道原來你是找他做水泡 其實你是傷害了另一個人 最慘的是你找他做水泡 其實你知不知道 當然不會讓對方知道 你是我找你做水泡 你自己內心會分辨 三個以後我們就完結了 你不會這麼說 試用K 試用K 試用你不過Movation 對 一定不會讓別人知道 但我覺得這樣很傷害人 對 很慘 最恐怖的是他從你身上 但你自己的水泡 對 跟著別人抽離時 別人要經歷這個階段 對 那阿雲會用什麼方法 分手下有什麼服務方法 我相信時間 我覺得傷心一定有 笑你 對 傷心一定有 其實這些事情過了 時間是最好的療癒傷 過了其實就沒有 我跟你的說話都沒猜到 你還沒好嗎 過了這麼久都要三年 多久 上一段多久 不很久 時間 可能要十倍時間 即是從沉溺 你還在沉溺嗎 我們要拔你上來 來吧 來吧 我以前的方法是會喝酒 去發洩自己 到十八歲 是否小學 是否小學 十八歲才會喝酒 對 喝酒純粹是想麻醉自己 不想記住這件事 即是用酒精 對 想用酒精麻醉自己 不過大一點之後 就會教一些朋友 你可能找多些朋友 去聊天 出去玩 充斥所有時間 因為你會 很多時間都會想起 你走到哪裡都會掛念 有他們的回憶 或者是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以前大家 一起拍拖的時候沒有做 或者是掘掘自己新的興趣 讓自己沒那麼有空 真的老套一點 真的要時間 我覺得 你慢慢就會習慣 你會拿回禮物出來撕爛她嗎 我會 撕爛了跟她的合照 然後把她丟掉 我的臉就是 癢 你會把她丟掉了 是壞人 把她丟掉了 然後丟掉了吹垃圾桶 然後脫掉了 這個傷口 有一個可以很極端的 是分手之後 我一定要留她的東西 因為她還很愛她 其實她不想分手 可能一個女生 不要說她的男生 我不想丟掉 我還要保持她 我聽過一個朋友 就是分手後才醒覺 就是被女生 失去了才能夠震醒 對 失去了才反省自己 原來當初的自己是這樣 可能經常發黃子脾氣 很低能很不成熟 其實我就說 我要努力追回那個女生 我還會很愛很愛她 要保持所有東西 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之後再追回她 但最後有否一段時間 未知 是最近的事 你那個歷史 不是 不是 我真的不認識她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 你不認識她的朋友 是的 是的 阿澤呢 我自己 現在還處理 還未完成 因為剛才說 自己也挺受心的 但是我又不想認同Eddie所說 非別人就會不開心 我非別人的時候也會不開心 對 我也會 我說錯了 剛剛整理了 原來我是很不開心的 就是喝酒那次 所以那時候自己怎麼過度 其實是過度不了的 會想回 對 這樣分手 是會 但是你說是否會很想念 就是一個特定的方法就真的 但是我最近 叫做 你? 有一個 中間 我最近 有些花邊的 是嗎? 即是雍田 就是最近 半年前 最近的半年前 不是對我來說 還有半年前的 快點 快點 因為我最近就是寫信 寫一封不會寄出去的手 我也有寫過 這麼巧的 是 寫給你 坐開 坐開 走走走走來 因為那時候我 都不是刻意去寫的封信 是這麼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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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套戲之後 再想起以前的女朋友 之後就會寫到封信 捉緊雙情 然後這些封信 亦都不會寫出去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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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寫完封信之後 真的有些東西疏理了 和白痴 是 面對了 你覺察自己的情緒 對 那些概念是甚麼 是甚麼戲 好人問 演套戲是叫做 HER HER 《不道的下》 那些人 要看一看 看一看 是 是 有些人會覺得很浪漫 所以看一看 要先看一看 有時看戲也是可以療傷的 是 還有寫信也是 給自己一個空間 寫完自己的思緒 感受下去 或者寫下一些 其實你想要的 你想跟他說的話 或者你想要的 其實你想要是甚麼男生 或者是甚麼女生 或者你發現自己有甚麼不足 對 對 你也會去 對 我覺得很有用 我曾經寫過一張照片 去看現在的男伴 我覺得是 是一個反思 你那時候 很專注你 我可能是 我要高 要有車 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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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時候 當時也是有效的 對 我曾經有本書 就是 這本 是你寫的 是 戀人或是朋友 分手療傷手術 其實我沒有看書 不過我記得我分手的時候 曾經很不開心 然後覺得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挫敗 然後我懶得到書 突然看到這本書 就買回來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看完 其實都沒有看完 她已經很快速遠回來了 看了一些chatter 是挺勉勵的 對 自我治療 後來我借給朋友 很努力 朋友是覺得很努力 最重要是 我看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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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也是一個 就是 送你了 送你了 阿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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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在難處 來 來 收起來 好 我收起來 你會和它拍的很深深 為什麼剛剛說 拍照了兩年三年 或者再長久一點 再長一點時間 因為你和它經歷不夠 那個傷害 你是不是完全放得下 才能和別人一起 不然你又會傷人 最慘都會傷自己 因為每一次婚嫂的經歷 我想就算多短 其實都是一個傷害 可能你遇上一個不好的男孩也好 不好的女孩也好 都是一個體驗 感受自然是在心裡 可能你跟身邊的人說你拍了多少次拖 你會否覺得自己很厲害 還是覺得愈開目表愈開心 我自己不覺得太多 有很多人都會說是A380 很多人在哪裡 我覺得太多 我覺得自己很便宜 但原來現在的 我想有目的是 最後我們也有一個語錄 大家分手 一定有些句子去幫你自己過渡 我也想大家分享一下 誰可以說 先看看 好 好 好 你讀一次 好 好 她拿了一個題目 她也說這題目 我覺得很適合 她是不論你怎樣選擇 只要是你自己的選擇 都是不適合自己的 作為後患 可能這一刻 在香港說 討論身手是否不適合 不適合自己的地方 因為一起走 然後喝 可能她說 討論身手會不適合自己的難度 這句話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很適合自己的對方 還有你用這種感覺 都可能是要學到一些大部分 這些問題 你呢? 我那一句 熟的這句話 也是 我們沒有創意的時間相遇 但正確的時候就分開了 其實我覺得也是有時間上的問題 可能 我們現在的感情 可能是合適是對的 但我們現在的內閣 我們現在的內閣 可能是遲了 即是錯誤時間 可能不夠成熟 可能我已經的需要 又不是你現在的需要 你現在自己去跟香港 自己去一起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也會的 可能會找回她 可能會找回她 下個禮拜講復合 可能會分手 你猜 你猜 耶穌三天 你猜 師傅在大禮拜訪 說不適合 如何吃得好 很失敗 我是敗氣 我是告別一段 不值得的關係 才是最值得開心的 而且很相信我一個 是真的想一個 下面一個是歌名 那段時間 告別一段不值得的關係 其實可能那個 真的不是白人 安慰自己 傷心是必然的 但可能日後回望 其實也是好事 你才有機會再遇一個白人 才會遇到現在的人 我一個想課 真的很老套 每段經歷都是一個成長 但因為我都相信每一個生命中 遇過的關係 都是給自己一個成長 在對方身上學習的事情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都是套用我朋友的自己 是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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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面是我的一句話 是的 因為 因為 如何遇到天為之 遇到游籠坡的關係 是在對方身上學習的事情 所以 雖然是分開了 但 至少 那時候 大家和平分手 好 罵大家 反正 也好 但是 都是在對方身上學習的事情 對 我都認識了這個 每天 對 你跟我寫過也有點相似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過客 你是成就了我的將來 因為我覺得 無論剛才是否罵到架 或者是很均烈 或者是很不珍惜對方 但是其實 現在回想 是因為他才有了我現在 才知道我 原來我以前都很癡身 然後我現在學會不癡身 反思 而且我覺得 到了他那個年紀 可能胡奕章 其實都覺得挺開心的 有這樣的派對 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 我的分手的禮物 我會留下 有空出來看 有多少 對 還有很多 還會留下 我留下 我會留下 你看看 你會覺得 原來以前有這樣的經歷 也有些回憶 我自己是那時候 原來是這麼青春 青春啊也對 家庭觀眾的你們 你們有沒有一些語錄想跟我們分享 你可以在裡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在裡面挑選兩個 一個對我們或者對你們自己 是一個很好的語錄 我們會挑選然後送給你們 這兩份是甚麼禮物 可以Elly說一下嗎 這個是寶貝 寶貝 寶貝 總之是寶貝還是寶貝 自問自答 寶貝已經是寶貝了 我們都答不了 接著是小丑女 如果你的朋友很喜歡 或者你很喜歡的話 不妨可以留下句子 可以留下多少句子都可以 我們會在裡面挑選大家 兩個 兩個 這兩個有原意 是一個分手後的獵女 很獨立 很有自己的個性 對 很有獨個性 因為我想分手後 其實更加看到你一個剛強的你自己 更加有魅力 更加有魅力 因為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可以再增強一點 不要去偷吃 那邊就是Pisa 那邊而已 好嗎 希望大家今天都喜歡我們的崔自由 下個月都會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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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多了 好嗎 好嗎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些人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